之前由胖友博 徐璐 张俊宁等职演的都市时尚剧《不得不爱》 在深圳拍摄震撼 并首次开放了媒体探班 记者赶赴片场正值一场拉黄包车比赛的室外戏份 顶着30多度高温 主唱们各个汗流浃背 苦不堪言 尽管如此 一向有着偶像包袱的潘帅 就连拉黄包车也依然要坚持有行 此番 90后人屈女星徐璐 一反一往甜心女孩扮相 尽显坚韧与妩媚 并在剧中上演一女恋四男的戏码 不愧是新近男神承包户 而其中 与胖友博的虐心恋无疑是最引人关注 戏中 两人除了当下最流行的壁咚巧道外 还有不少大尺度激情戏码 因为我来拍这部戏终于学会了一个新的词 叫壁咚 壁咚 你知道 导演说你要壁咚 我什么是壁咚啦 我一直讲我听不懂你知道 后来知道壁咚就是把人家架在墙上的意思 对 墙吻那种 墙吻那种 所以这次来学了很多东西 你说床东哦 对 大家如果有看片话的话 的确有一些床东 男才女貌不但戏中互相来电 戏外也仍不排除擦出爱火 不过眼下徐璐在某综艺节目中 正与乔润两组成的慌张夫妇陷入热恋 两人甜蜜互动不但虐死一群单身狗 就连攀帅也忍不住打翻醋盘子 会吃醋啊 会吃醋啊 就其实他们两个在里面的互动还蛮亲密的 因为我跟他的戏是比较属于那种 虐心的你知道 所以其实看你也会觉得哇 他们可以这样 我也想这样 对 也会这样的时候 之前由胖友伯 徐璐 张俊宁等主演的都市时尚剧 不得不爱在深圳拍摄震撼 并首次开放了媒体探班 记者赶赴片场 正值一场拉黄包车比赛的室外戏份 顶着30多度高温 主创们各个汗流浃背 苦不堪言 尽管如此 一向有着偶像包袱的攀帅 就连拉黄包车也依然要坚持有行 所以就稍微做比较有造型一点 其实还蛮饱的 你给我看 像你那种拉黄包车拉得动吗 当然拉动啊 此番 90后人屈女星徐璐 一反一往甜心女孩扮相 尽显坚韧与妩媚 并在剧中上演 一女恋四男的戏码 不愧是新近男神承包户 而其中 与胖友伯的虐心恋 无疑是最引人关注 戏中 两人除了当下最流行的 壁东桥段外 还有不少大尺度激情戏码 男才女貌 不但戏中互相来电 戏外也仍不排除擦出爱火 不过眼下徐璐在某综艺节目中 正与乔任良组成的慌张夫妇 陷入热恋 两人甜蜜互动 不但虐死一群单身狗 就连攀帅也忍不住 打翻醋盘子 会吃醋 其实他们两个在里面的互动 还蛮亲密的 因为我跟他的戏是比较属于 那种虐心的 所以其实看你也会觉得 哇 他们可以这样 我也想这样 也会这样的时候